这个礼物并没有也大 她是尹家的女主人 送什么都是合适的 况且礼物只要奶奶喜欢就可以了 从来都不是用价值来衡量的 奶奶 我那天去逛商场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包包 跟你让我帮你去设计的那一款 长得一模一样 我就想着 凑成一对 好事成双嘛 一模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我那个包是我亲自设计的 全世界也就那么一只啊 老板 你手上那个包我要了 这包可贵了 价格随你看 行 西西 西西啊 怎么会是吗 西西 不知道 西西来嘛 这什么叫什么 这 奶奶 西西啊 你快去把我送给你那个包包拿来 让大伙看一看 一会儿看他拿什么包出来 等着吧 说不定 说不定 拿去卖 就是就是 这次又要抽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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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丢人了 是 不是吗 看他出事了 快 奶奶 西西是 奶奶 包在房间里呢 我陪西西去拿一下 快快快 快去 说吧 怎么回事 真的包怎么到冉西围那儿了 放得不错吗 哪儿来的 你真的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包啊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来 奶奶的生日晚会上如果看不到我背他 一定会非常伤心 包是我自己做的 真的包 真的包我卖了 老板 我那包呢 卖了呀 什么 对方给了我一个我难以拒绝的价格 这老板 好 你还挺诚实 一会儿出去 我主动跟奶奶撑错 顾西西 看来你不仅爱钱 也同样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 今天是奶奶生日 你打算让她记住这辈子最难忘 最受伤的一幕是吗 那我应该怎么做 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 我来解释 这笔账 我回来再跟你算 西西 快快快 奶奶 快拿来我看看 是啊 没错啊西西 这就是我送给西西的包 没错啊 你看 这怎么不这样 不对啊奶奶 怎么不对啊 这两个包的颜色不一样 是啊 还真是这么回事 还真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奶奶 我来听听看 嗯 这两只包确实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一样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呀 哪个是以假乱真的宴品啊 哦 就是真的呀 要不这样吧 我找一个鉴定师过来 鉴定一下 你好弄清楚怎么回事 对对对 不必了 是啊 奶奶 这两只包都是真的 哦 都是真的 现在的设计师在做成品之前 都要先做一个样品 然后把样品的一些细节修改完善之后 才会做成品 哦 这两只包就是这样的关系 哦 原来如此啊 那就没问题了 对不起啊 奶奶 是我的问题 这个包是我让巴瑞特帮你做的 我这就去找他 别啦 别麻烦人家巴瑞特了 嗯 这种事情传到人家耳朵里头 就是个笑话 嗯 七伟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不要变成什么 明包鉴定会了 是 对不起啊 奶奶 都是我考虑不周 威威 谢谢你的一片孝心 这个包 我收下了 让奶奶给大家切蛋糕吧 哦 切蛋糕咯 来 走 切蛋糕去 吃吃 娜娜 你这么多年一点没变 你也没怎么变 我不行啊 特意经老了 娜娜 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 正好 我来介绍一下 方总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CEO 尚科 尚总 这位是红木投资的方明 方总 你好 尚公子 久仰久仰 你好 我看你们 挺熟悉的啊 认识很久了 何止熟 我跟娜娜认识很久了 想当年她差点成为我 方总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方总您说笑了 我 我 你 坐 开始 那我们就 不浪费时间了 好 直接步入今天的主题吧 听说 你最近正在找工作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 报仇丰厚的工作 只是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你想让我做什么 准备好了 发哥 走了 娜娜 嗯 下次见 再见 山公子 嗯 再 再见 你先去忙吧 好的 牧总 再见 再也不见 等等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 你跟她 关系不一般 就 前公司的 前同事 前公司的 前同事 难道就没有 一丢丢的 一丝丝的 前男友 走了